文昌港股經 主持文昌 文昌港股經 主持文昌 文昌港股經 9月20日的早上時間 和大家看看 今天環球時報和世界銀行 都有評論 美元的強勢 當然也有提及 旁邊 也有嚴重受壓的人民幣 首先 環球時報今天 出了社評 作為官媒的代表 他們發炮炮軍 美元 在20年 的高位 聯儲局 也會在 星期四的凌晨 發表議息結果 現在 看下去 就會加息75點子 因為 歐洲央行方面 較早之前 也都加75點子 基於 歐洲央行 都是 由過去 覺得今年未必加息 到現在 一加加成 破紀錄的75點子 你也可以看到 美元 特別是 在 尿主局 在早前 Jackson Hole 會議裡 鮑威爾 照稿讀 鷹派 講話 的主旋律下 現在 看來 加75點子的機會 是提高了 特別是市場 現在已經充分預期了 基本上 所有大行 都已經 估計 這一次 是加75點子的 除了 這個 魯姆娜 野村 就預計 加1厘 這個 就是相當之激進的 估算 我們都相信 不會加1厘 但是 過去也有 比較多的行 就估計 加半厘 但是 現在 全部 就轉軚 當中 包括 Jeffery 3 包括 富稅 所以 似乎 既然 市場 都已經 有充分的 預計 如果聯儲局 只是加半厘 就被市場 解讀 你口說 就很硬 實際上 就是偏格 這樣 又 可能 使得 對於 市場 緊縮的 那個步伐 可能也有 負面的影響 所以 看下去 沒辦法 現在 大家都要準備 第三次 加75點子 《環球時報》 因此 發表社評 說 外加預期 聯儲局會議之後 會再加息至少 75基點 對抗通脹 可能 會令到美元指數 進一步上漲 美元超級強勢 但其他貨幣下跌 一定程度上 緩解了美國的通脹 但 要全世界為之付出代價 今年以來 有36種貨幣 至少貶值十分之一 斯里蘭卡 盧比 阿根廷 披索等貶值幅度 超過兩成 除了令到經濟疲軟的 歐洲 日本雪上加霜之外 亦都令到大量發展中國家 被迫吞入輸入型通脹 所導致的經濟衰退苦果 無數家庭一夜致貧 環球時報的社評說 歐洲、亞洲、中東地區等 都紛紛探索去美元化的路徑 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勢在必限 美匯指數有少少回落 現在是109.6 都是110附近 都是強勢的 這個時候環球時報的社評 借這個機會出來炮軍 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 確實美元確實超級強勢 對比其他國家的貨幣來說 當然是一枝獨秀 但大家都知道 貨幣其實是一個相對 像搖搖板一樣的遊戲 裡面是涉及很多種不同的力量 互相拉斜 一個貨幣的匯率當然是涉及貨幣政策 但也有談及經濟基本面 環球時報提到的兩個貨幣 例如斯里蘭卡、努比和阿根廷、披索的幅度 為什麼貶值這麼嚴重呢 斯里蘭卡 我們文昌港股已經和大家 都長期跟進 都已經和大家說了 它已經是破產了 已經是要由IMF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要是去重組的債務 要去拯救它 這個國家是沒有外匯傳底 連必需品都沒有 經濟基本面根本是差到無論 是全世界必需品最短缺 情況最差的經濟體 所以對著美元 大幅度貶值 不要說對著美元 對各個貨幣都是貶值的 是嗎 就是斯里蘭卡 所以完全不意外 另外阿根廷 我們找一次和大家探討 它也是通脹失控的 剛剛他們八月份的通脹 就是環比升7% 而同比 即按年的通脹已經是78.5% 年底的通脹 現在有經濟師估計 會去到100% 因為阿根廷長期 而經濟管理和財政機率 都是相當之差的 阿根廷經常在歷史上 多次破產的 而赤字和貨幣發行量 都是天亮的 所以這些是很明顯的 是本身的經濟底質 是有嚴重問題 所以對美元便貶兩成 但是環球時報 似乎 完全無視他們的經濟 本身的基本面 至於說 無數家庭一夜致貧 真的很誇張 現在是在玩LUNA 還是在玩加密貨幣呢 通脹呢 全國國家當然都要承受 但是一夜反貧 這個似乎更加嚴重 是各國家的經濟管理問題 整個經濟內閣是沒有辦法 預判 美金長期低息和寬鬆的環境之下 終於都是要收水的 是完全沒有一個應變的方案 而貨幣本身或經濟崩潰 你可以就怪罪這個美元 這個都匪夷所思 正如斯里蘭卡 它就是長期走所謂本土 斯里蘭卡優先 也都不按照正常的供需效率 去安排一些經濟政策 財政沒有紀律 全力去投入中國一帶一路的大型基建項目 這些其實才是斯里蘭卡的本幣嚴重貶值的最根本的理由 亞洲說到這麼慘 新加坡今年以來 只是貶值4% 4.3% 相當之硬 那你怎麼解釋呢 即使新加坡7月份的核心CPI 都觸及14年的新高 但是新加坡貨幣依然呈現一種強勢 原因也很簡單 大家都明白 因為新加坡現在 在區內已經逐漸躍升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商業中心 大量吸引資金和人才流入 這個國家的經濟動力這麼強勁 當然它本身的貨幣本幣都會呈強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很多的國家本身正正是因為它們的經濟 是相對美元 美元的經濟體本身都當然有它的問題 特別就是美國 它的復甦動力確實是有吹緩的 消費動力方面也都見到有些疲態 但是任何都是相對的 經濟和貨幣也是一樣 強弱 其實都是相對的 所以 環球時報應該是想想想 當然 環時的底穩 都是說人民幣都因為美元強勢 都是要苦苦支撐 現在在附近都是強勢要頂住 但是 人民幣的偏弱 似乎也都跟國內的這個動態清零 和整個的經濟動力有關 那環時又不去評論一下呢 而且美元說到獨強 這麼厲害 要去美元化 現在美元正正在這個紛亂的環球經濟 情況之下 能夠變成避風港 那不是正正反映了美元的價值嗎 那怎樣還會多元化呢 既然其他多元化的貨幣 對美元都是弱和進一步走弱 所以 在邏輯上似乎有點而說不通 不過 強勢美元的確是會增加新興市場的國家 和企業的美元借款的債務負擔 而根據國際金融研究所 IAF的統計 明年底 新興市場的政府總計 將會有830億美元的債務到期 當然 其實 美元強 外債嚴重 這些問題 過去經常發生 那 9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 正正也是因為 亞洲 新興市場 大量的美元借款 導致引爆這個危機 所以 其實世界已經應該有經驗 是吧 不能夠 只是劍指美元 還有說真的 喂 一個國家的央行 當然只會對自己國家的貨幣政策 還有經濟層面 就是作出了配合 是吧 你沒有辦法 就是 要求它對全世界都是負責的 是吧 因為它當然是會顧及本國的利益優先 但是 世界銀行都是估計的 現在 2023年 全球的經濟增長 都會放緩到0.5% 按人均計算 就會變相 收縮0.4% 即是變相 就經濟衰退了 因為扣除那個通脹 實際上 就是一個負增長 而 世界銀行也是警告 激進的政策收緊浪潮 可能會令到全球明年的經濟含入衰退 預計 多個國家的央行 今個星期的利率決定 將會合計 導致加息超過5% 在這個環境下 貨幣政策似乎因為通脹 沒有辦法 不收緊 而 世界銀行行 在這個時候 國際放緩的情況下 中國不願意提供更多刺激措施 這亦對美國支持的國際增長 帶來更大的壓力 是嗎 這個文革時報 剃人頭 人亦剃其頭 特別是 Malpas在彭博電視專訪 就說 現在在全球下行週期內 之前 中國會降低利率 增加政府支出 大家有印象 08年 當時中國投入4萬億救市 並且宣稱中國刺激政策 拯救了全世界經濟 當時中國人是遵遵樂道的 但是 現在 2022年 回到這裏 既然現在全球經濟動力陷入一個放緩 中國經濟亦都很差 那是否中國是時候 亦都作出好像08年的刺激 去帶動整個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 到時全球人民都會感恩帶得 不是 中國這次 大家都知道 它是採取一個 針對性或者相當保守的方式 去支撐經濟 但實際上 經濟的動力 都是每放月下的 David Malpas 是過去財政部的副部長 後來被提名 特朗普提名出任世界銀行的行長 他現在說得很清楚 他說 現在 有很大的分別 跟當年 因為中國這次沒有這麼積極去真正刺激經濟 當然 他說 這可能對他們經濟有好處 肯定 從這個角度看 經濟雖然放緩 但是 變相沒有催生一個新的泡沫出來 不過 David Malpas 就說 意味著世界來說 第二大經濟體沒有真正大幅向前 令美國帶來更大的負擔 所以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看 美國既然要負擔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 因為美國也要支撐著全球的出口 中國的出口 其實很多都是指向美國 如果 美國的經濟失控 通脹也都是失控的話 到時 美國陷入一個叫做 滯漲的局面 對全球是否帶來更大的風險呢 所以 喂 既然美國現在要成為世界經濟引擎 那美元比較強 對比其他世界其他的角度 特別 比如中國 你現在又不刺激經濟 又是動態清零 是吧 讓人半備 那你人民幣弱 那你又可以指罵美國嗎 是吧 所以 整個的邏輯 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既然 你讓路 你選擇 不像2008年那樣 大力去刺激經濟 去承擔全球那個 就是你之前所說的 帶動全球經濟 拯救歐美 亦都不能怪今時今日 美金獨強 是吧 好 跟大家繼續監察整個聯儲局 議式政策 我們相信 議式之後 我們都會做一次新的分析